有这么一张照片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张照片呢我看到了之后 就忍不住多看两眼 生出一种感慨来 我的一个朋友叫周碧华 周碧华呢他也看到这张照片 然后呢他写了一首诗 这首诗呢读来呢很温暖 也引发人们的一种思考 工地上的活真累 倒下去就能睡 脏兮兮的垫子就是席梦思 枕着丈夫的胳膊就能消除疲惫 不奢望灯红酒绿的生活 只要夫妻时时相伟 尽管妻子身上没有喷洒香水 尽管丈夫满是汗秀味 彼此在身边就拥有了天和地 平凡的日子就不会破碎 不用处心几率分割财产 不用计较谁瘦谁肥 你兜里的就是我的 我兜里的就是你的 所有的都是孩子们的 上世父母下养儿女 夫妻同心 哪怕雨打风吹 妻不用担心丈夫有小蜜 丈夫不用担心妻子出轨 既然结为夫妻就是同命鸟 天也好苦也罢 一生共进退 此刻夫妻俩睡得真香 梦里所有的油菜花都变成了玫瑰 再坚持一年 孩子就大学毕业了 到那个时候回到老家 青眼柴飞过南耕女之的生活 守着日落日出 让白发双亲 不再衣门盼而归 孩子你若在网上偶然 看到父母席地而卧 千万别留下伤心的泪 父母恩爱千金难换 你有出息 就是他们最大的欣慰 我这个朋友周壁华 他文采很好 当然他其实不是一个诗人 他说他经常在网上观看的 浙江温州有对小夫妻啊 有对农民夫妻 在田间跳那跳的鬼步舞 看那个小视频 刷小视频 刷这个 后来他得知 那这个妻子为了拯救患病的老公 自创的这个这个这个鬼步 他说感慨良多呀 一个农妇啊 想到用艺术来的老公治病 可能天下绝无仅有 夫妻俩跳舞的时候 那种乐观的神情 那一致的舞步 显示出夫妻俩心灵的高度和谐 今天又偶然看到这对农民夫妻 席地而卧 穿着工装 席地而卧的照片 联想到社会现象种种 所以一时冲动就敲下了这些文字 社会现象种种 最多的现象是什么呀 最多的现象是因为财产 因为情缘 因为现实的消费性的因素 夫妻不同心呢 两个人过不到一块啊 同床一梦啊 两个人在那做戏啊 所以这对农民夫妻 那农民工夫妻 这张照片 大家多看看 多想想 我们比他们富足的生活 也许 但是不是同时 也少了一点什么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